父亲节是就快到了 花莲市长魏佳贤特别准备了实用的 弹动健康按摩拍打棒 要赠送给福气站与文件站的长者们 并且希望在父亲节之前 就能将爱心的礼物送到他们手中 24号上午市长魏佳贤 协同的社劳科长萧子卫 前往民情还有民享福气站 带了一大箱礼物 要预祝所有的长辈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 我们也走访了几个福气站 那主要也是借由父亲节的前夕 那制征一些对父亲节的一个关怀的用品 那也看看福气站里面 有什么样长辈需求 那我们也跟所有的福气站里面的志工伙伴 也跟他们一起来做一个互动跟联系 花莲市公所这次特别挑选了 弹动健康按摩拍打棒 要送给老大人们 小小一只不仅可以拿来按摩 还附有不求人的抓扒器具 这贴心实用的礼物 让长辈们收到后是迫不及待打开来 感受到拍背 垂腿 弹动按摩的快感 虽然这次送的是父亲节礼物 但是来到现场的妇女长者 市长也不例外的一并赠送 让收到礼物的老大人们都好开心 市长也期盼年轻朋友 除了过年过节 平常也要多陪伴家人 孝敬父母 才可以营造幸福的快乐生活 协许立群 花莲市报道